你的Steam是否这样 这样 还有这样 我是林底特 在这个视频中 我只要想讲一下关于Steam登陆问题 以及它的解决办法 这个问题在我频道第一个视频中曾简单提到过 那次录制只是常识 没有把方法讲全 而且我记得当时麦克风有报应问题 尽管如此 那个视频仍然吸引了很多观众 因此我认为 这是一个普遍存在的问题 现在我觉得有必要完整地重新讲一遍 试想一下 如果你忙了一整天 或者已经和队友约好时间 但关键是和Steam打不开 我总结了三种方法 你们按照顺序由浅入身来尝试 我们来到电脑上 首先要打开这个网址的博文 这个网址我可以放在视频下方描述区 这个博文提供了三种方法 这三种方法按照顺序来 依次由浅入身 第一种不行 再用第二种 第二种不行再用第三种 这三种方法如果全都试完 应该能解决性的问题 第一种 修改DNS并清理缓存 DNS我提供了两种 一种是谷歌的 一种是OpenDNS 谷歌的比较好 记得我们可以先用谷歌的试试 这个网络和Internet设置 然后高级网络设置 这里选择更多网络试骗器选项 这里要注意 因为有很多网卡 一定要选择自己基础网络带宽所用的网卡 如果是无线的就选无线的 是有线的选有线的 我的是有线的选这个 像其他的 像这些是虚拟机的网卡 然后这些是VPN软件的网卡 这些都不要乱选 点击属性 然后我们在这里找到HV4双击 DNS我们可以手动修改 8.8 下面的备用是8.8.4.4 确定 然后再点击一个确定 现在已经修改了 修改之后清理缓存 把这条指令复制 然后温加Rcmd 在这个命令行窗口里 直接右键就可以把刚才复制的粘贴上 然后回车 现在已经成功刷新了DNS缓存 然后这样子第一种方法已经结束了 我们可以试一下Steam能不能打开 双击打开就行 我现在肯定能打开我就不试了 因为Steam我好久没有遇到这种打不开的问题了 然后如果第一种方法还打不开 那我们继续第二种方法 添加命令参数 这个方法就是我频道第一个视频里讲的方法 很简单 就需要找到Steam的快捷方式 然后添加一个命令参数 这里我们试一下 你找到你的Steam快捷方式 这里点应用确定 好了 现在就可以以TCP的模式启动一下 你再双击打开Steam试一下 能不能开启 这样如果还不好的话 那就先把这个花言一下 把这个属性 目标 这个删掉 然后我们可以试第三种方法 第三种方法就比较简单粗暴 它就是直接下一个加速器 用加速器来解决 这里我推荐悠悠加速器 因为它是免费加速Steam的 直接点开到它的官网 下载Windows版本 这里勾选这个同意许可 然后这个位置可以自己选 也可以默认 现在已经安装上了 Steam商店加速的话 是需要登录的 现在如果加速 它会提示我要登录 这个登录可以用手机号登录 也可以选择这个微信登录 现在我已经登录上了 登录上之后 我们可以找到这个Steam商店 如果没有的话 去这个搜索里 搜索 找到这个Steam商店 这里我们可以选择全部分区 或者如果这些都不行的话 你可以选择登录一常专用 这些都是可以的 这里加速完成之后 如果要启动Steam 直接点这里启动游戏就可以了 然后如果还是登录不上 那你就可以点击这里的Steam登录修复 这三种方法 是我目前总结的 最有效 而且最普遍的一个解决办法了 其他的方法比较偏 我没有做过多介绍 如果还没有解决你的问题的话 你可以去网上自己搜索一下 因为我第一个视频 只讲解了一个方法 本质对你们负责的态度 所以我今天做了一个完整版的 如果你觉得我的视频 对你有帮助 或者对你有价值 也请你帮我点一下订阅 给我信心和动力 让我继续做出更有价值的内容